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1981年中夏 一股不安的气氛 弥漫在天津市区 此时天津第一发电厂已经停止发电 仿制 印染 造纸等大型企业 随时面临停产 畅销全国的飞鸽自行车也已被迫减产 这一切都是因为天津就要没水了 地处华北平原的天津自古因曹运而兴起宿有九河下烧之称 然而在这个夏天天津人却眼看着海河水面不断下降 不仅工业用水受到限制 连市民生活用水都无法保障 人们绞尽脑汁 提高水的使用效率 国家经委发出预警 天津要是停产了 比唐山地震的经济损失还要大 9月4日 时任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李瑞环 星夜进京 连夜起草报告 申请引鸾河水入天津 解决缺水问题 两天后 胡耀邦总书记在报告上批示 这事件大事要一抓到底 绝不可误事 这份报告很快转到了当时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手上 钱正英迅速找到李瑞环 会商工程事宜 我银河工程什么时候能完成 瑞环总统当时说了 我两年 钱人说你蠢牛 你两年完成了 我给你亲自给你送银派 瑞环总统说那你送定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工程 谁能接下这个军令状呢 回到天津 李瑞环把铁道兵第八市市长刘敏一行三人 请到了办公室 给每个人一个白瓷水杯 请他们尝尝天津水泡的乌龙茶 几个人喝了一口 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上烤的茶叶用海河水一泡变得苦涩不甘 但在当时天津的老百姓连这样的水都快喝不上了 唯有饮链入金一条路可以解救天津 面对严峻的局面 刘敏等人当即立下军令状 保证在两年之内完成饮链任务 已被苦茶带来的明星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引链入金 就是把链河上游大黑厅水库的水 引进天津市 在整个工程中最困难的 是要穿越我国地质年龄最古老的燕山山脉 在二百多条断层中穿越分水岭 修建九点六九公里的银水隧道 这是我国当时最长的一条水利隧道 也是引链入金的贾脖子工程 按照通常的凿山进度 开挖这样的隧道 如果两头并进至少需要十五年 而工程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是 两年 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铁巴师要怎么应对 如果说我都把它大乘泄精 就是泄着下去 而且来给它分成若干道 这不就是快乐吗这是 铁巴师副参谋长景春阳提出了 长岁短打分兵包抄的方案 这一方案要求在银水隧道上方 同时开凿十五个通往隧洞的斜景 这样每个斜景到达银水隧道位置后 拐向两边延伸绝境 再加上隧道出入口 开辟三十二个工作面 同时绝尽以此来赢得宝贵的时间 就在景春阳构想 长岁短打方案的时候 铁巴师师长刘敏 已经只身前往内蒙古克尔沁大草原了 1981年铁道兵开始为即将到来的 百万大裁军进行缩编 铁巴师原来的三十九团四十团先后被裁撤 同时把整建制裁撤的铁道兵十四师 剩余兵力 整编成新三十九团四十团 划归铁巴师 它是要腾出两个团的鞭子来给十四师 现在的三九十五十一团 即将接受引栏入金工程的铁巴师 正需要兵力补充 不过考察过后 刘敏的心情非常沉重 当时我看了以后 我见识没 情绪不是很高的 没有个高高兴兴的样子 羊猪他这几个连续 喝得一块猪都杀光了 我不想就还成了一头板猪 他们那时候叫一头板猪 一头老母猪是好的 还一头也是老母猪 还有点病 可能是要是要睡吃就不好吧 最后也没人管了 刘敏意识到由于编制被裁 即将换婆家 十四师已经人心惶惶 心里有点磕色的话 老林老啊 机关啊 走了以后 我们这些人好像是 跟骨儿一样 没有那么的孩子一样 到了八十也不认识谁啊 人家会不会气势我们呢 在我们干部战事当中 就担心这个事 打开元十四师官兵的心结 成了刘敏当时工作的重点 不过刘敏也意识到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十四师指战员的心结 既有可能影响他们 在引栏入金工程中的战斗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可以成为推动力 关键是怎样利用 刘敏开始约谈 原十四师团以上干部 并火速从铁拔师 调配副食品 以改善这支部队的生活 应该是对我们这两个谈 特别的关照 我感觉到很稳烂 我们的部队也感到很稳烂 这样呢 就是在我们 思想当中多年的 积压的这种一种一种情况 一种一种 原来形成一种战斗力 感觉到 这不做好工作 不带好队伍 对不起八神领导 整编到铁拔师的四师团团长 是谢少文 谢少文在铁拔兵部队 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他所带的团被人称为老虎团 但此时他的心中正憋着一口气 要憋着一口气 打败八神的四个团 有一次啊 跟我篮球比赛 这个八神组织的八个单位 我就安排了招负整位 你给我带队 我去给球队讲 你打好了 我给你买一套好工作 那个修议 吃饭 每天给你加个菜 打不好 为了通通过下降队 重新被唤起士气的 三十九团和四十团 成为最先奔赴引栏工程 前线的部队 在队伍开拔前 谢少文派副团长刘以生 提前赶往引栏工地 了解情况 考察过工地的刘以生 很快就给谢少文回了电话 最后我打了那个电话 他创长 人家一个团都是两个扣 跟我们团给了三个扣 这个人家团有最多的是两千米 还有一千八的 给了我们团两千五 哎呀我一听我这个 虽然有点情绪 谢少文还是带着他的老虎团 奔赴引栏工程前线 燕山腹地 井中山 1981年的龙东 往年正是施工队伍猫东的时候 但老虎团一到驻地 便向指挥部请站 一头钻进了大山 几天后谢少文发现又有一支施工部队 赶到了井中山 不过让谢少文奇怪的是 他不是铁道兵 而是一支野战军部队 正后把我们这个团挨到哪呢 挨到1980 1980是刘是刘中的一个施 一个正施 还有一个独立营 当时司令院是庆纪卫 引栏入京工程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 今天正式开工了 随着前正英 摁响引栏入京工程的第一炮 沉寂的燕山腹地顿时热闹起来 引栏隧道的15个施警的施工部队 全部就位 1234号施警 是66军的1980 567号施警是铁巴士新编40团 8910号施警是铁巴士新编39团 1112号施警是铁巴士36团 131415号施警是铁11师52团 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施工组合的内情 事实上 这背后是李瑞环高超政治智慧的体现 并不一定是1984自己来踢出来的 就很可能就是李瑞环去给他们照顾的 踢巴士 那是打水澡的 这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单位 你们要和他比赛比赛 我说我们白鞋就要干好 我们干不好 还不愿意一般的部队 我们转眼化的我们都干不好 我们干不好也不是我们实的问题 是整个切道别的问题 一次排开的五支施工队伍 开始了一场金赵布宣的比赛 谢绍文好胜心也被彻底激发出来 谢绍文有个习惯就是白天不进洞 但是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 战士们总会看到他手拿着一根手杖 在隧道里溜达 由于手杖从不离手 战士都很好奇团长这根手杖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很多年轻的战士甚至私下猜测 团长这根手杖是用来打人的 我这轨子是亮炮眼的 我那个上面刻的 从一米到一米就亮面 我就看这帮小子风枪给我打的 为止合适不合适 绝对合适不合适 我插他 在五个施工部队中 四十团两千七百米的隧道是最长的 要想赶上其他部队的进度 四十团必须另辟蹊径 于是谢绍文决定在五六七 三个斜井旁边再开凿三个竖井 往隧道里面送料 这样就减轻了斜井出渣进料的压力 不过由于气好井太深 有安全隐患成本又太高 八十师部否定了谢绍文 打七号竖井的报告 但是七号井恰恰是 任务最为繁重 进度最慢的地段 谢绍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瞒着师部偷偷开凿了七号竖井 我市长 我要请示你不同意 我反务组织律 我这样大 你定多说我先战后奏 我这样市长 从现在开始你会告诉你机关 再不要给我下这个零 我不结束 我绝对有罢了 正是由于有了这三个竖井作为底牌 谢绍文在李瑞环主持的 引栏入金工程动员大会上 当着其他六个团的团长的面 夸下了海口 我们团今天给了六百米 我增去保证那些一千米 李瑞环就 小团长小团长 您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我保证八百米 六百米 增去一千米 他就把我的团长 他说马上开发了 上午的回就到这个地方 下午 您不要太要按照鞋团长的思路来调 谢绍文并非夸夸其谈 四十团在引栏工地上再次捍卫了老虎团这个称号 五六七号协警的施工进度很快就把其他部队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成了整个隧道工程施工部队的榜样 大年初一 港中央国务院惦记着施工部队 万里副总理在李瑞环同志的陪同下 来到千禧县最动工地慰问 1983年春节前夕 万里在李瑞环的陪同下 视察了四十团的工地 这让四十团全体指战员备受鼓舞 其他的团呢 现今还没达到头 我这个团呢 整冬乘气我都乘气了二十米 电灯还增量增量的 下面全部铺的板子 它是鱼化了那个万里酱 它这个隧道高漂亮不错啊 然而同样是来自十四师的改编团 三十九团和四十团的节日气氛 却俊然不同 就在老虎团顺风顺水的时候 三十九团却不力为奸 和老虎团的五六七号斜井相比 三十九团的八九十号斜井 开始爬坡 从井口到正洞的距离 越来越远 地质条件也骤然恶化 引栏隧道最大的断层就横在 九号斜井口到十号斜井口之间 持续不断地塌方 让施工部队寸步难行 就在其他斜井高歌猛进的时候 九号斜井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没能前行一米 三十九团的直战员 几乎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 市长刘敏开始怀疑 三十九团领导班子的执行力 别的团我可能早就下来了 咱的九团我还要照顾一下 照顾到他原来的这个情况 换帅 刘敏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临阵换帅是兵家大计 但是不果断换帅 整个引栏工程这盘大棋 可能就输在九号斜井 就在此时 三十九团卫生队医生 找到了刘敏说 他们团长心脏病很严重 下隧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我说团长不能进 武器不能进隧道 那怎么当 这个团长 后来我就给叹化 我说你是不是病熟算了 谁来执掌三十九团的帅气 刘敏为此彻夜难免 用老八师的人三十九团的干群关系将很难调和 刘敏把目光转向斗志正盛的老虎团 换了一个是从司令团的 也没从编辑团 还是从原来十四十九团 从司令团的一个副团长调去当团长 四十团副团长刘一生 在此危难关头走马上任 不过他方并没有因为三十九团领导班子的更换而消停 刚刚上任的刘一生就遇上了一次通天大他方 这对隧道的开造工作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九号协警的困难也牵动着李瑞环的心 李瑞环深知九号协警不通 整个引乱工程将功亏一篑 为此李瑞环每周都要冒着他方的危险 先入到九号洞一线视察 我说李司长 这里边你不要来了 他说我看一看 他就非要往那边去 就非要往那个掌字面上去看去 到那个里边 那个什么那个顶上啊 就掉石头 这个这个那个水啊 就冲住这个石头 就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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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拉住啊 这个李司长呢 就往外拉 往外拉 我呢 我呢 把他拿过来啊 大概有个 有个六七米吧 大概 结果的话 那个掌字面上啊 就塌下来了 塌下来那个石头啊 就离我们离 我们那个 后来不是往外跑吗 离我们的九根线呢 只有米吧 我们这个带水稻里边出来以后啊 就是要是说老实话 要没有精通药啊 那我们就 你这话呢 说了一个笑 哎呀 说老金啊 咱们两个啊 这可是啊 深思之交啊 为了激发三十九团的斗志 刘敏和景春阳提出 师部开大会 别的团做师部的高凳 三十九团自带小马扎 这给了三十九团的指战员 很大的刺激 他们呢 就是一起做高凳子 不带凳子 我说这个 我说 我说 对我们的刺激不大吗 我说 人还没个感受吗 你就 人家是高我们一凳啊 我们的敌人家一凳 一凳 一击 和刘敏一样 李瑞环也在想方设法 为三十九团打气 他号召天津市民 到九号协警 慰问施工部队 几天后 天津市民带着猪肉 粮食鞋链 针线包 来到三十九团团部 更让战士们没想到的是 关木村 余淑珍 马玉涛等歌唱家 也纷纷到九号协警 慰问演出 三十九团指战员的斗志 再次被点燃 我得要了三期 我说得 我说国人也有志气 对物也有死期 单位也有命期 我就懂让我们前提 关门 我们不能吃 我们再大的困难 我们要把它撑过去 刘一生虽然暂时稳定了 三十九团的军心 但是九号协警的危机 并没有彻底解决 与九号协警一样 三十六团负责的十二号协警 同样面临重重危机 十二号协警是引栏工程中 十五个协警中最深最长的 从协警口到正洞 有五百多级台阶 施工站是每天爬上爬下 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每等到达工作面 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事故总是伴随着 施工队伍的疲劳 勿气而至 一次因意外停电导致的 爆炸事故 让韩国兵和杨毅良 两条年轻的生命 被无情的吞噬 攻击不等人 进班的战士 匆匆搬走战友的遗体 便开始继续施工 晚上出炸的时候 大家心里是很害怕 那我就说你不怕 有我在这里 那我们就把那个炸子 一通宿就出来了 出来了 然后那上面 还有那个 习生同志一些 安全帽 水鞋 手套 雨衣 大家心情也是比较沉重吧 祸不单行 韩国兵和杨毅良的事故 还没从战时的记忆中被抹去 悲剧却再一次降临 副排长唐喜良终于要结婚了 此前为了公期 他把自己的婚期一拖再拖 谈家结婚去 明天就出发了 他本可以今天晚上不去上班 你上班都把工作服都洗了 是不是 穿了一新衣服准备回家谈家去 怎么的 他说这样吧 我回去一趟 我明天就回去了 我今天再陪着大家去 干一个晚上干一个班 明天我就坐公里走了 结果他 他看了一个新病的装不进去 装不进去的手一病 他说我看看 你看我那个人 装了吗 你看这想起来 这真是 这老天爷认识 认识不加上 哎呀 这想起来真是难以言表 接连不断的伤亡 让36团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身为师领导的刘敏和景春阳 也非常焦急 难道36团也要布39团的后尘 换帅吗 36团呀 在巴士来讲 大隧道啊 他不是他的枪项 过去在巴士啊 36团是高桥的 不能叫他宰在这下边 宰在这下边 你一个连队一共才有几个人啊 都牺牲了七个 还有伤的啊 这比这个战死啊 这个情绪啊 影响太大 当时来讲 我就已经当死战了 我就造这个连队啊 我就要把它换下来 景春阳的原意是用其他部队 把伤亡严重的36团三营七连 从隧道里换出来 没有想到他的好心 却激怒了这支士气低落的部队 就换这些人的时候 我去给大家讲 这连的干部 和这个 这连里边的呀 这些战士 就坚决地不从业 我们不能丢这个 丢这个连 不能说因为牺牲了两个同事 就撤出战场 不行 要真的在战场上 打起伤了 那你说 有的这连在打拼光了 那你现在那个山干的 那一个年最后 剩下了八个人 剩下了五个人 那不还一直 那个棋子不倒 这个战棋不能倒 这一刻身为36团三营营长的 陈正金 什么都没说 他提前离开了会场 这个晚上 三营的战士发现 12号洞洞口多了一张床 那是营长陈正金的床 更令战士吃惊的是 第二天早晨 12号协警口出现了一个 女人的身影 她就是陈正金的妻子 何正贵 因为在隧道那个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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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thereum 每天我还从上到下给他们扫 把那个铁铁炒干净 从这一天开始 陈正金和郑贵夫妻 放下正在上学的三个孩子 吃住在隧道里 他们成为十二号洞里最美的风景 他们的故事 赶快引起了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的关注 一部以引栏入金为背景 以三十六团三营营长 陈正金夫妇为原型的电视剧 五百二十七级台阶开始酝酿成熟 导演刘江选择了整个 隐链隧道斜景中最深 也是最长的十二号竖景 作为这部电视剧的拍摄现场 电视剧是五百二十七 每个五百二十八的 五十八的报题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的傍晚 引栏入金工程正式通水的前一天 铁巴士全体官兵 自带小马扎 坐在各自营部的电视机前 收看了这部 以引栏入金为背景 以三十六团三营营长 陈正金夫妇为原型的电视剧 五百二十七级台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正金负责的十二号协定前方就是整条引栏隧道的出水口 在那里铁十一师干的也并不轻松 与九号协定一样没完没了的断层待遇塌方事故 让铁十一师五十二团果足不前 也就是进洞的右方向出口方向 大概三十几米的地方 出现了一次大的塌方 塌方它的这个方数来讲 大概是由三十倍方 就是出现了一个上部出现一个大洞 这种烂洞子就没法进了 搞不好就要前功进气了 又是一次通天大塌方 隧道专家 水利专家 地质专家 从北京和天津纷纷赶到现场 铁十一师副政委 维采游也闻讯而至 那我们十一师只有一个团参加这个 人家那边有个铁八十 我们这边有个十一师 十一师就来了一个团 一个团还遇到这样的事情过不去 整个影响人家 那我们等于是十一师就打了外仗 所以施政委感觉到了有压力 维采游亲自到施工一线考察 他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组建赶死队 用血肉之躯强行通过断层 所谓的赶死队就是当时 不管上面掉不掉石头 不管上面有没有凸水凸出来 你只要是施政委在那里不走 只要领导在那里不走 干部不走 远工人当时叫战士 就都不能走 当他到达隧道的时候 他发现一支赶死队已经自动组成 52团联谊上干部自动列队 跟在他身后 洞口也已经被52团阴影的战士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全部要求加入赶死队 然而就在工程进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一个船们在工地不禁而走 师部有人从北京的战友那里得到了消息 中央决定裁撤铁道兵 全部铁道兵就地兵转弓 划入铁道部 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却堵不住船门从各个渠道涌来 这党势影响很大 这对我们工程特别在思想上影响很大 对建设来讲 有两种 一种城市的一种农村的 农村的呢 说行啊 我们就在这玩家当工艺了 我们就可以了 但是城市里边兵呢 它就不行 我不在这干这个 我都要混乡 月底统计员送来报表 工程进度直线下降 就在兵转弓的消息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候 刘敏被市政府的一个电话 叫到了天津市委小礼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